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主刚才四发哥带我们读了今天的年度经文 那么生死属主显大基督 我们要把日常的生活活好就需要面对各样的困难挑战 战胜困难让我们生命能够喜乐的成长 所谓的困难或者是难题 有些时候我们称它为难关或是显观 这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那么难关就好像我们去登山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特别难走 我们事先知道了 我们就要预备充足才能够经过 显观有些时候是突然发生的 例如土石流或是山崩或是桥段 那个就需要有智慧去处理 所以我们人生在世 因为上帝要使我们成长 所以我们都有必须要面对的客观的环境 这客观的环境 对于正在经历的人 都是 但是往往在经过的过程 如果没有足够的预备 或者是没有足够的成长条件 都会觉得是困难的或是危险的 特别是当前的时代 其实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篇信息 心里边是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因为有很多事情正在 很明显的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的难关 我们知道有 那需要坦然面对 或者慎重面对 这需要有智慧 那么如果突然的有意外发生 我们知道没有一样的意外 在神的眼中或者神的计划里是意外 常常说一句话 说在神是没有偶然的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 说麻雀不是卖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都付不许 一个也不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 所以我们比一切的麻雀 当然尊贵很多 这是让我们知道 人生是有困难 有危险 但是都在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保守之中 这是有信心的人需要知道的事情 也就是使我们能够坦然面对 非常重要的智慧以及信心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周报 这个经文 我们都有一个讨论的问题 人生在世必然会经历各样的关爱 或者是挑战 关爱就是我们需要经过了 那么常常说难过难过 过得去就成长了 过不去 那就在过关过不去的时候就难过 有许有许多年轻孩子在玩那个game的时候 要过关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是与神同行的人 有主同在 刚才我们的敬拜的诗歌 也不断地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与主同在同行 那么有神同行 有主同在的人生 应该会得到上帝的帮助 所谓的关关难过 关关过 必须要有难关 有经过难关 才会有这个满足感 成就感 才会有真正的成长 所以难关显关是必须的 但是过得去 才是好事 如果过不去就难过了 常常这么说 但是如何去掌握过关的能力 以及智慧呢 我们是不是要看得见 并且认识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难关 或这个显观 以至于看见认识 才能够向上帝来求助 才能够亲记得过关 这是我想要在今天和大家讲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持续地面对各样的困难 比方说在这个疫情 当前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生意不好做 有些人工作不好做 那么有些人 他在因为像有一些夫妻 那这个因为疫情的缘故 需要天天待在一起 结果发现说 原来平常可以有的逃的 现在没得逃 天天要面对 结果弄得很多的 离婚的事情发生 这些都是 这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其实这些事情的背后 有一种更大 更严重 更困难的环境 正在发生在我们当中 这是我们需要看得见 而且需要有智慧 以及能力来处理的 这是今天我要和大家 讨论的问题 那么刚才四华哥 带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所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城 就为他哀哭 耶稣看见耶路撒冷 看见城 圣经是这样子 圣经永远都有历史的一面 以及启示的一面 如果只有历史 就不是圣经了 如果没有历史的事实 那么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掌握住 他的全面的意义 所以当耶稣到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事实上 在经过几年以后 耶路撒冷整个城就毁坏了 所以耶稣看到 我们从历史的事件来看 是里边有那个先知的灵 但是圣经里边的话 给我们的启示 耶路撒冷是什么 耶路撒冷预表的教会 也就是城 那我们这里 我们看到 如果只是讲历史故事 就与我们无关了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这是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就会知道 这是讲教会的事 所以接下来说 巴不得你们在这些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 必足其土壘 周围会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这讲到仇敌 讲到围困 并且要扫灭 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而你有他的属灵意义 我们会继续讲 连一块石头 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为你不知道 眷顾的日子 讲到这里的时候 是讲到一个灾难会发生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 对我们启示 说明困难 一定要开出药方 一定要给我们 这个得胜的方法 以及应许 所以在四十五节到 其实四十七节的前半 耶稣进了殿 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经常说 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 你们道使他成了贼窝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那么这三节经文里边 包括了两个过关的关键元素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发生的问题 然后连知道 带祷告 以及耶稣的教训 这十三个 我们需要去领受 需要去掌握的 面对难关 超越难关的 智慧以及能力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这一段经文 第四十一节 到第四十三节 那在第四十二节说 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耶稣基督讲巴不得 是讲到他里边的 非常强烈的负担 无奈 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其实这个事情要知道 但是靠着眼睛是看不见的 那么我们在这三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四十二节说 关系你平安的事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 关系者平安的关键信息 那么讲到 知道以及看见 是平安的关键 那么我们讲到知道 或者是知道 我们要碰到的一些问题 比方这里讲 仇敌足起土壘 周围围绕你 顺便困住你 所以困住这个字 在其他的地方 它比较多的 欢迎为关门关住了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是有一些关 把我们围绕在其中 好像我们被堵在家里边 出不去一样 那需要突围而出这个关 那关我们一般常常讲的 就是贵三关 站白位贵三关 这个关总是讲到 很多事情都会用山 来说明它过去 现在未来 所以我们讲山关 那么讲这山关 是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要突破山关 要用什么呢 要用看见之道 看见之道 这个属灵的意义 就是你一个有启示的人 不是活得浑浑噩噩噩噩的人 他就会知道 哪些事情要发生 知道怎么求助 那么这里边 我们要用山关 来和大家 来分享这个信息 这个耶稣开出来的药方 就是说 他在殿里边教训人 我们得到主的教训 我们就会知道 上帝眷顾我们的时间 以及方法 所以我们要讲到 环境是有困难的 但是主会给我们启示 教导我们 这就使我们得到上帝的 保守 保护 眷顾 他非常重要的 讲到环境与教训的关联 环境与教训的眷顾关联 这个话有点绕 但是大家听得懂 就是说 上帝要建顾我们 需要我们对于环境 以及主的教训 两面都领受到 所以我说 如何要过山关呢 需要靠正确的山关 一般人说山关要正 这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 当然是听起来 有一点摇纹角 摇纹角 但是我希望 我跟大家讲得很简单 我们讲 如果我们要面对 种种的难关 能够越过的话 我们要知道 人生是有各种各样的山关 三种不同的关卡 这个山关面面关 还有山关的圣经关 我们要知道 所谓的山关 是人生在世 普遍要经历的关爱 人生没有一个人 没有经历困难 但是每一个人 经历的困难 有的是有价值 有意义的 有的是在那里 经过了关口 好不容易经过了 却是一点成长都没有 我常常讲一些 做见证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觉得说 有点为难 因为当他们 比方说生病了 或者是事业遭到困难了 或者人际关系 出现问题了 难过了 他就拼命祷告 那祷告以后 这个事情过了 他就很快乐地 去赞美神 或者在教会里边 去做见证 这样好不好 感觉是不错 但是问题是上帝 如果上帝不许可 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 这个他都算过 上帝给我们困难 一定有给我们困难的 原因和目的 这么说清楚吗 所以我们不是要过关而已 我们是要因着过关的缘故 使我们成长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世人在面对世上的 种种的关爱的时候 常常只图过关 不知道一切的关卡 关爱的后面 是有上帝在掌权 上帝在支配 上帝在经营 这么说理解吧 所以我们很 很这个 该怎么讲 随性的和大家讲一讲 一般人 讲到人生的三观 是有很多说法 一个说法 说人生有情欲观 名利观 生死观 肉体的情欲 然后我们求名求利 或是生死观 那么这个要过关 有另外一个三观 叫做掉头关 埋头关 出头关 什么意思呢 掉头关 就是人生要懂得回头 埋头 你要埋起来 好好地训练自己 出头 你要知道说 出头的钉子先打 你出头要小心 这是叫掉头关 埋头关 出头关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人与自己 是一个关 人与人的关系 是一个关 人与无常 其实无常 就是整个世界的运作 是另外一个关 还有一个说法 这比较有趣 就是有三观 是早死 必死 早死 等死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已经有启示的人 他懂得的 首先很多人 他天天在经营 天天在预备着 种种 他的人生的享受种种 一个人如果没有想到 一定会死 他一定是眼光前短的人 所以知道人生会死 这个是一个关 然后我们所谓的早死 就是我们要知道 死到底是什么东西 应该怎样去面对它 因为死就是一个 好比说像老庄的思想 生死不过是一个 换一个环境而已 我们最近经历几次的追尸礼拜 其实我每次追尸礼拜 我心里面都存着一定的感恩 因为是人生毕业了 所以你要早死是找到死亡的意义 那等死是什么意思 我们师母常常觉得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已经够累了 那如果我毕业了 我早一点去换一个环境去 这个等死 必死早死 等死是好话 听不懂 这个是人生的三观 是有智慧的人 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 其实我们要知道说 整个外在的环境 让我们求生存 这个生存观 是活下去 生活观是活得好 生命观是使自己生命更好 这个很多三观 我讲形形色色的三观 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讲这些 而是我们要讲圣经的三观 那么在这里 这一段经文 耶稣说 巴不得在这个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是隐藏的 因为你的眼睛看不出来 这个眼睛看不出来 肉眼看不出来 要用心灵的眼睛去看 这是很简单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 必足起头垒 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里头的 而你连一块石头 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为你不知道 眷顾你的日子 其实在每一个个人 人生如果是有上帝的计划 在他生命里 一定需要碰到难关的 天将降大任于四人 也点点点点不念了 总之我们要知道难关是必须的 那么现在要知道 这个日子已经临到 上帝是要借着这样的事情 来试验我们 试炼我们 让我们去面对 我们所需要面对的事情 所以其实在这里 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 以下所讲的这一段 有一些事情会临到 这些事情临到的 耶稣面对的 说面对的谁在讲这些话呢 其实是面对他的门徒 那么前面的一段经文 讲到说 其实是耶稣基督和门徒 在这个中旅主日 也就是进到 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里边的时候 众人拿衣服铺在地上 喊着说什么 喊着说 和善那 和善那 是奉主名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这个门徒正在高兴的时候 三十九节说 众人中有几个华利塞人 对耶稣说 夫子 我这个掉了几个字 对不起 我这个为什么 掉了几个字 夫子 责备你的门徒吧 那么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都必须要喊起来 其实这些 是告诉我们门徒 有些时候 我们人生正在清高采烈的时候 忽然间会碰到一些责备打击 更强烈的一点的话 恐怕就会变成陷害 这是世界的权势 我们知道人生有人生的关口 但是我们对于基督徒 基督徒也有基督徒要过的关口 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说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是我们所讲的基督徒的三观 三观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其实这个与我们刚刚所讲的 世界上所说的三观 也有很相近的地方 这个肉体的情欲 是人与自己的问题 眼目的情欲 其实牵涉到人与世界 人与外在的 今生的骄傲 那就是人要面对神的事情 所以在十七节说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 我们需要有主的话 主的道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得见问题之所在 然后让我们去懂得 去向上帝寻求解决的方法 主给我们的应许是很坚定 很完全的 所以一样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十八节 十八节说 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十九节说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这恶者的权下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外在环境 越来困难越多 无论是自然环境 或者是人心 种种的现象 其实我们要有那个警觉性 警觉力 不要活得麻麻木木的 那一点都不知道 自己身处在危险之中 我要和弟兄弟兄们 讲得比较严重的一句话 其实为什么今天和大家分享 这个信息心里会沉重呢 因为实在是已经看到 无论是属神的人 或者是世界上的人 都正在面对一种 一种很沉重的压力 这种沉重的压力 现在我们如果以为说 像今年的疫情 新冠病毒的疫情 好像很麻烦 那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麻烦还真 比起将要临到的事情 可能是小儿科 可能是很轻薄的事情 我们需要去知道 有问题有困难会发生 那么因为这个世界 是握在恶者的权下 那么怎么去面对这些呢 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十九节 都讲到一个字叫做什么 知道 知道就有办法去处理 知道就不怕 就怕不知道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 我们触目所及 我们所接触的人 大多数 大多数 绝大多数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是属神的人 属神的人 对于世界要有属神的看法 透过神的眼目的看法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 说 但你这属神的人 你要知道 你是属神的人 你接受这句话 你是属于神的 不是属于世界的 世界握在恶者的权下 我们是属神的人 请你跟我说 我是属神的人 我是属神的人 我们要归属清楚 归耶和华为圣 但属神的人 要逃避那些 贪爱钱财的事情 彼此攻击的事情 追求什么呢 公义 敬钱 信心 爱心 温柔 忍耐 十二节说 你要为真道 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招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 这里边讲到 一个属神的人 你要做的事情 要有盼望 要有见识 要有能力 那么这些 其实 我把它连接在 一个观念上面 就你要过关属神的人 应该领受过关的福令 什么叫福令 你们看过一些旧小说 你要过一个 从前要过一个关卡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要 拿到一些通关的信物 信物对我们而言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念 我们需要有属神的智慧 我们面对难关才过得去 所以在 第四十二节 路加十九章 第四十二节说 主耶稣说 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这个看就是什么 看就是观念 看就是思想 那我们知道说 所谓的三观 在三观 就是人生的种种的关卡 其实都在于自己的观念 我们刚才和贵丹在讨论说 最近推荐你们看的 那个无量之网 无量之网 如果你多去看一看 你就会知道 其实科学 证据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一切 是因着我们的思想而来的 这个贵丹原来 在要求我说 去跟你们讲一讲 后来他自己看了第二遍 就比较清楚了 其实如果这些信息 我们不太了解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太不熟悉 我们多去接受一点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渐渐建造起来 我们就能够从这个上帝 用方方面面 各种各样的事情 正在告诉我们 关系我们平安的事 而关系我们平安的事 不是在外在的世界 不是在物质的世界 不是在现象里 而是在灵界里边 在观念里边 在思想里边 我们想得对 想得好 我们的人生就会平安 想错了 想得不好 我们的人生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困难 台风来了 谁也逃不掉 瘟疫来了 大家都被困在其中 整个世界有一种潮流存在着 暗潮汹涌 整个世界的情势 我们要看得清楚它的问题 它的困难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讲到说 这个三观 在于三观 那么这个 正确的三观 是怎样的观念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这个 关系 圣经里边讲到 关系 有三个地方 翻译为关系 除了这一节以外 在路加福音 二十二章的三十七节 主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经上写着说 他被列在罪患之中 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 必然成就 还有一节 是我们很熟悉的 西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 请看我念好不好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 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 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在新约圣经 和全本圣经里边 只有这三个地方 有三个词 是翻译为关系 但是比较有趣的 这三个关系 原文不一样 原文是不一样的字 这个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二节的关系 这个字是 Pelos这个字 其实它是一个戒词 戒词就是戒系词 就讲名词和动词 之间的时空关系 戒词就是讲关系的 而这个Pelos这个字 它就是向着 对着的意思 其实这讲的是什么 简单说就是 我们所碰到的事情 好比说我们今天出门 碰到一个 碰到一个浑身脏兮兮 脸上很难看的人 向你挨过来向你讨钱 那这些你碰到了 然后关于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 这个关系 这个Pelos这个字 它原来的意思 就是我们 因为碰到而产生的事情 它相同的字 欢迎为次穿 就是碰遇到了 比方说我们刚刚说 你碰到一个小孩子 对不对 碰到一个小孩子 会跟你要钱 那你现在 所需要的反应是什么呢 给他钱 也许一大群人就围过来了 对吧 出去有些时候旅行 就会碰到这种情形 那如果不给他呢 他在后面会不会骂你 会不会丢石头 都有可能 我们碰到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对我们会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叫做Pelos 然后呢 这个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原来万物在那 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 都是思路敞开的 这个字更有意思 这个字是Logos Logos是什么 道 是真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字它的意思 就是我们需要有处理之道 我们需要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碰到那种情形 有恶意的乞讨者过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现在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会怎么办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三个关系是不一样的意义 这么说清楚吧 就是有一个关系你平安的事 是你有一件会发生的事情在你里边 然后关系我的事 这是我们产生的关联 以及万物在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 这个关系 这个Logos 讲的是处理的方法 这个新约的三个关系 其实它都有它的特定的意义 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那么旧约有一个地方 欢迎为关系 就是以西节书第24章的第19节 这个百姓问我说 你这样行与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原文没有关系 原文没有关系这个字 这个就是说 你这样行 是对我 那以多了一个关系也可以了 但是没有那个字 这是顺便和大家讲的 但是我要和大家讲 是说其实 这耶稣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一个问题是因为 我们需要看见关系 我们平安的事 无奈这些事现在是隐藏的 所以我们叫我们的眼睛看不出来 这个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有看得见属灵的 隐藏的事情 这样的观察力 我们需要有主观的想象力 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观察力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很多事情正在演变 我们会知道 它演变的背后 是什么样的势力在运作 然后我们能够知道将来 关乎我们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吗 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 有智慧需要了解的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三观 一般人的所谓的三观 是指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那世界观 人生观 三观 这个三观如果不正 正不正就是要有正确的看法 对于世界 其实我们对基督徒而言 我们看世界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是世界的一些运作者 我们就不是看世界 而是看什么 看上帝 所以世界观对基督徒而言是神观 而人生观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遇到什么事情 这一切我们还没有出谋 以前上帝一切都计划好了 其实会发生所有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 我们都可以有一种非常认真 而且非常真实的看法 常常和弟兄姊妹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唯一的主角 但这个是需要有两面的平衡 这个西伯来人 犹太人他们的拉比 有一个传统的说法 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一个人随身要带着两张卡片 卡片 这个一张卡片写什么呢 一张卡片写 这个世界是为我而有的 那另外一张卡片写 我是尘土所造的 什么都不是 意思明白吗 你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观念 一方面知道我们 如果认识神 上帝会用一切的来成全我们 但是一方面也要谦卑的知道 如果不是有神同在的话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 那这是人生观 然后所谓的价值观 就是那我要得到什么呢 耶稣基督面对门徒 第一句话所问的就是 你们要什么 我们要什么 一个自己不知道自己该要什么的人 其实他活在生活当中 就会忙忙碌碌 很多观念 很多知识建立不起来 生命建立不起来 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三观 然后就能够使我们 胜过越过这三种的关卡 这正确的三观 首先我们要知道 外在的环境 会有困难临到的日子 因为日子将到 但是在四十五节讲 耶稣进了殿赶出 在里头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经上说 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 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了 这句话当然有负面的指责的意思 但是也有提醒的意义 那么这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有一种更新的观念 那么这里边讲到几样的事情 讲到我们知道上帝眷顾的时候 那么讲到殿 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殿 然后要讲到祷告 讲到耶稣基督的教训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领受上帝的帮助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以及方法 知道关乎将来的事 知道会有环境围困着我们 那么这些事情是将来必要快成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妹谈到的是 了解环境而领受应许以及祝福 这是我们得到祝福 得到上帝帮助的两面 所以我们讲说 如果我们三观是正确的 看得清楚 我们就能够亲记过关 就很容易越过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里边讲到外在的环境 以及主的教训 那么主是愿意眷顾我们的 我们懂不懂得如何进到祂的眷顾里 什么是祂的眷顾 这需要理解的 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环境的三观 就我们要正确地来看环境的变化 要了解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生 为什么这样的发生 然后我们要有受教的三观 就是耶稣基督在殿里面教训我们 我们是不是能够听到祂的教训 以至于我们知道该怎么活 不知道该怎么活 其实就一定会落在危险当中 今天上午我在出门的时候 师母和小红在聊几句话 我就跟他们提了 师母说她第一次听得 那么 师母怎么讲 第一次听清楚 知道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有些已经发生了 有些事我在现在这里不好讲 不太能够讲太多 但我希望有机会 有时间好好跟你们讲 如果 该怎么说呢 困难一定会发生 但是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不经历困难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难道说有些人 难道有一些人一定会遭遇到困难 而有些人可以不遭遇困难吗 我们如果预备自己的话 我们就可以成为不必遭遇到太多难题的人 圣经是告诉我们很清楚的 例如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节 讲到非拉铁会的教会 那子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们免去这些试炼 也就是我们在现在学好的功课 当那个试炼发生的时候 当那个试炼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必经历 如果我们现在没学好 那事情发生了 我们一定会身在其中 这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 所以在我们播饼的时候 读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十一章讲到说 这个格林多教会的人 他们因为聚会是彼此分门结党 分门结党以至于彼此冲突 所以这个不是吃爱宴 反而是受亏损 那保罗说 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 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 其实有很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就是要让我们经过了试炼 将来就不必受苦 我想怎么和大家讲 我们必须要知道危机 而且看见生路 而生路是什么呢 生路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藉由祷告 而得到上帝的眷顾 这是这里边经文所说的 在第四十三节说 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 必围起土垒周围围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这边讲仇敌 仇敌就是敌对者 敌对者的意思并不是哪些人 故意要与我们为敌 我想知道这些事情 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我们要知道事件会发生 要去警醒 要去查验 而四面困住 这个困住我刚刚讲的 就是观起来的意思 然后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其实儿女 当然有肉身所生的儿女 这样的意义存在着 但是另外一层的意义 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成就 人生的目标 或者是里面正在成长的生命 原因是因为不知道眷顾的日子 这里边讲到日子将到 其实圣经有一卷 这个先知书 它就是特别讲到 这个末后的日子的 有很多的启示 那么这就是撒加利亚书 圣经的旧约最后的 这个最后的先知书 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 都是讲末后世代的 而撒加利亚书一共14章 里面讲了很多的意象 在第五章的第一节说 我要举目观看 在第五章的第五节说 你要举目观看 第五章的第九节 我又举目观看 这一章里面有三次的观看 其实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第一章有两次的夜间观看 他看见了四匹马 红的马 红的马 黄的马 白的马 然后看见一些意象 撒加利亚书他在前面一到六章 一共讲了八个意象 那么有人是算说十个 但是八个比较准确 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里面 就讲了三个意象 这三个意象就是在这些日子里面 我们今天已经存在将要发生的难关 所以我想这一段经文 我和大家来看一看 那么做一点点分享 第五章的第一节 撒加利亚说 我要举目观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 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说 我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 长二十走宽十走 长二十走宽十走 二十走 就差不多三十尺 就差不多十公尺 三层都那么高 宽十走的话 就是有五公尺 那么十走就是十五尺 十五尺就差不多是五公尺那么长 一个长的书卷 好像摩坦一样会灰 对吧 那么他对我说 看见这个飞行的书卷 它是一个意象 但这个意象代表什么意思呢 天使对他说 这是发出行在遍地的咒诅 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话除面 凡其假事的必按卷上的话除面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使这书卷出去 进入偷窃人的家 和指我明其假事的人家 必藏在他家里 连黄屋带墓石都毁坏了 这个讲偷窃 其实是讲的贪爱钱财 就是我们目标只看在 看在这个只为了自己的失利 而贪图世上的享受 这样的一种状况的人 那么这里边讲飞行的书卷 其实当然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存在着 但是这里圣经是告诉我们说 他做了很清楚的解释 这是行在遍地的咒诅 咒诅是什么 你们现在要开始看无量之网 讲到说一切就是由心 由思想奏成的 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 彼此之间有愤怒 彼此之间有敌意 很多人心中发出了一些咒诅的念头 咒诅的念头就会形成一些灾害 形成瘟疫 形成地震 形成战争 形成种种的事情 世界是由人心造的 就如同我们的人生是因着我们祷告而来的 这个观念很清楚 所以这个飞行的书卷 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存在 但是在现在比较容易直接连接的 就像网络上面的信息 飞行在世界上 那么发出各样的咒诅 你有没有看到网络上面各种信息 那攻击这个攻击那个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 把人所有的人的心都搞坏了 天天都给我们一些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一些资讯 我们看着那些不会快乐 人心越来越下沉 那就变成咒诅 这是这里所说的 飞行在世界上有一个时候会有这些现象发生 然后在第五节以下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 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 见所出来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东西出来 那么第六节说 我说这是什么呢 看不懂 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 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 第七节说 我见有一片圆圈被举起来 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 天使说这是罪恶 他把妇人扔在凉气里 将那片圆圈扔在凉气的口上 这个整个的意象 我们用白话文来说 就是他看到一个东西他搞不清楚 但就像一个筒子一样 还有一块牵绊 对不对 然后他看那个东西 那个筒子 这个凉气 这个字 在旧约 他也翻译为依华 就是大约是五家轮 但是这里边所讲的 绝对不止五家轮那么大 那里边能够装得下一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像一个圆筒 然后上面有一个木盖 但是这个圆筒和木盖 这个天使讲说 这个叫恶人在遍地的形状 那么里边装的是罪恶 用这个盖子把它盖住就看不见 这代表什么 其实一切的罪恶 就是从彼此之间的论断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 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神就用什么良器量给你 这是我们讲 无量之王也是这样的一个信息 但是这个东西在这个末日的世代 许多人以为论断人 好像是他的权利 论断人好像他的 他的生存的价值 然后就彼此论断 而这个被盖起来 被牵绑盖起来 这个藏起来了 人不以为这是罪恶 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看到这个异象 然后到了第九节以下 我又举目 见有两个妇人出来 在他们的翅膀中有风飞的肾块 翅膀如同灌鸟的翅膀 这讲到有人认为这是天使 但是圣经里边没有特别的解释 总而言之 这是世界上隐藏的一个诠释 那么他们将良器抬起来 悬在天地之间 我问那说话的天使 他说他们要将良器抬到哪里去呢 他对我说要拿到四拿地去 为他盖造房屋 等房屋齐备 就把他放置在自己的地方 那么这是讲到说 被隐藏起来的那种 因着彼此的论断 因着彼此的看法 而造成的罪恶 他是被藏起来 放在四拿地 那四拿地 他其实这个字的 原来的意思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两河之地 那么四拿就是巴比伦 现在伊拉克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狮猴之地 狮猴什么意思 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第八节说 物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 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其实在这个时代 吼叫的狮子 他真正对人的伤害 就是让人恐惧 有许许多多的言语 有许多彼此间的论断 这是仇敌的作为 我讲简单一点 这个世界上 因为分门接挡 因为彼此的攻击 使得人和人之间 那种对立性 这个对立感越来越强烈 有些人 其实在彼此攻击的状况底下 都不会快乐 里边越压 就会越沉重 越压就会越愤怒 然后就变成说 彼此之间的对立性 到有一天 有一边的人掌权 对另外一边的人 就产生很强烈的压制 这个事情到一定的时候 如果我们落在这种状况里面 会很困难的 好比说现在我们看到阿富汗 那阿富汗美军进去的时候 他建立了一个政府 那美军那么强大 这个塔利班 其实相对而言是很弱小的 有哪些人会想象多 说有一天美军会撤退 然后塔利班在几天这边 就掌权了 掌权起来 他就怎样 对付那些 他想要对付的人 有些时候手段 手段是很残忍的 对吧 我们看到说有这个 他用直升机去吊着一个人 在空中飞 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对立的权势 对立的权势 因着论断的罪恶 以至于造成 飞行在遍地的咒诅 这个我就讲得清楚吗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所以第九节说 你们要用艰苦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你们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其实我们都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苦难呢 都需要经过被示威 示威上恶术的根 被彼此论断而影响的 那种有些人被影响 就被卷进去了 变成党派的对立 变成权势的对立 那有些呢 他虽然没有被捡进去 但是在那些人 在彼此攻击的人身边 其实会难过 懂我意思吗 那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 才能够超越 这个不吃分别善恶术的果子 要能够对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都能够敬重 都能够尊重 这是在这里 所有的意象 所要告诉我们的事 我想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 我们必须要知道 知道有这样的事正在运行 你看到在网络上面 偷出这是个遍地咒诅的信息 越来越多 对不对 那人们心中的困难 和不愉快 越来越多 这是很具体的现象 我们知道有这些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很严重 严重的是什么 怎么严重的话 那些受委屈的人 那些压抑的人 愤怒的人 他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就咒诅 有办法的时候 可能会变成什么 很残忍的作为 我们如果没有先学会 胜过这些的话 我们曾经 比方说有女演员 很多年前她拍一张照片 现在被翻出来 被翻出来就产生了 很严重的后果 你今天随随便便 在某一个人面前 讲一句话 他又听了难过 他难过放在心里 有一天 他如果说生命不正确的时候 当他的拥护的党派 得势了 而且用强烈的环境 他会不会告你 他会不会投诉你 我们在一些弟兄姐妹 因为有人 做一些不合理的投诉 以至于遭遇到一些困难 现在都已经有了 将来这些事情 会变成两极化 越来越严重 会变成吼叫的狮子 我这样讲 听得清楚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 我们要警醒 警醒是什么 要辨识事丰 世界的风气 潮流 但是不要去敌对 敌视个人 有一句话说 我们要恨恶罪 但是要爱罪人 有一些人 他正在发一些 不恰当的 不合一的言论 不要去敌视他 因为他也是被影响的 他在其中不知道 这样明白吗 我们要怜悯 要去珍惜 要去挽回 因为任何一个人 落在论断当中 论断敌对里面 一定不快乐的 但是他不会知道说 其实这种事情 压制在心里边 到后来 当困难来了 当那种 对立的潮流 发生的时候 他自己会现身在其中 比方说会跑进 某一些活动里边去 你去参加一个活动 现在有一些地方 到处都有天眼 到处都有 任何一个言语行为 都会被记录下来 好吧 那你现在去参加一个活动 你参加的那些人 现在得势了 那你得到什么 我所思的意思明白吗 那会不会有一天 局面一欢 变成那些人来对付你呢 会不会 其实这种事情 是在这个世界 正在发生的潮流 我们要认识 这个世界的风气 但是不要敌对人 更重要的是 要查验自己 我们里面 有没有 这种论断的性质 有没有这种 咒诅的性质 有没有这种 罪恶的性 在里面 因为这些东西 会把我们卷进去的 就像身体里面的 软弱的诠释 有一天 一定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今天 把这个 撒加利亚书的 那一段的经文 几个意象 来和大家讲 我是特别 要和大家讲 这么一句话 这是已经在发生 而且会越来越强烈的事 你们同意吗 正在发生 如果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警醒 没有足够的真理的根基 很容易被卷进去 所谓的试炼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现在 有一些时候 看到某一些事情 我们就是看到路见不平 我们心中起了一些愤怒 起了一些不愉快 那些愤怒不愉快 还压抑得住 那么我们如果说 这个一直压在心里边 它越积越多 成功越积越多 或者是有一天 你会碰到 有一种人 就你现在的情形看来 简直是不可原谅 简直是坏道的极处 你看到 其实每一个人 能包容的量不一样 有些人看一些事情 会很看不惯 有些人看了 其实他还过得去 对不对 那我们从前 我们也许很容易 因为某些事情就愤怒 很多人就产生反应 渐渐我们的身量成长了 爱增加了 宽恕 增加了 我们对很多事情 包容力越来越大 上帝会把你现在 以你的限度 还没有办法包容的事情 把现在还受不了的人 放在我们面前 这个叫做试炼 这些试炼 就要是我们经过了 学习了 耶稣基督的 上帝给我们的忍耐的道 这个道我们学会了以后 这些事情 我们都能够怜悯 都能够包容 那么将来在对立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情形是这样子 当两派产生很强烈的冲突 历史上这些事情发生了很多 有一些人在其中完全平安 为什么 因为他与人为善 他从来不与人为敌 他所看到的每一个人 他都是给帮助的 所以在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这个不能够一一的细数 但是就是在那种特殊的状况底下 能够平安的人 是因为里面有平和平的人 里边有平安的人 在那个环境当中才能平安 或者 像我们台湾的社会 因为是民主社会 大家都可以表达 所以现在看起来 表达这些事都没事 如果换一个环境了 我们随便的发言 随便的表达我们的情绪 会造成什么结果 会不会造成呢 我想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 这里边讲到说 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放在石头上 因为你不知道眷顾的日子 耶稣进了店 对他 对 赶出里面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我的店 必做祷告的店 你们到此他成为贼窝 耶稣天天在店里教训人 这个店是什么 哥林多前书三章 十六节十七节 帮我念一下来 第六章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身体 就是圣灵的店 我们里面住的什么 住的是神与我们同在 住的神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店 耶稣讲进了店 进到哪里 进到我们里面来 那么赶出做买卖的人 这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为了贪财 为了利益 而去敬拜神 然后对他们说 经上说 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 我们是神的店 这个店要做什么 祷告的店 这个祷告 我想最近跟你们讲的 人生的一切是祷告来的 祷告就是思想 祷告有很多种方式 对不对 我们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的 在花一些意念的时候 都在祷告 例如说 我们看到某一些人 这个人去死吧 那你就在祷告了 那你心中不断的 有祝福的话 就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我们身边 就会越来越造成 那个氛围 所以我们要赶出 做买卖的人 不要让他成为贼祸 不要让他成为偷窃者 成为敌对者 然后要做祷告 祷告的店 因着我们的祷告 上帝就能够把他的教训 吃在我们里面 对吗 他会告诉我们 看我们 让我们懂得去分辨 我们所看到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 这些事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受不了的事 今天我跟你们讲的 这么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 他会做那些受不了的 你受不了的事情 是为了要让你 练出受得了的生命 我讲的 听得懂吗 你现在受不了 你能够受得了了 他就好了 将来所有的试炼 普天下的人 要受试炼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经过试炼 你就不必 到那个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 让这些人看不顺眼 让那些人 看得难过的事情 只有分门结党的人 一定会彼此对立 然后彼此对立 就会仇恨 仇恨就造成自己的生命 造成自己的生活 造成自己的氛围 所以我想我要和大家讲的 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受教者 以色亚书五十章第四节说 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 扶住批划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 像受教者一样 我本来今天按照原来的计划 是要叫台北讲道的 台北就应该讲这个五十章 但今天在这里先和大家讲 我们要有能听的耳朵 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 第三章不断地讲说 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 如果没有一个受教的耳朵 我们的看法永远停留在过去 那个使我们跌倒 使我们痛苦 使我们难过的观念里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价值观 哪些观念曾经使我们受苦 我们搞不清楚就继续受苦 清楚吧 所以怎么办 我们要有受教的耳朵 这个受教的耳朵 其实并不是说教训你 有人教训你 有人警告你 就听得懂 不是的 耶稣讲很多人 讲话很多人也听不懂 你怎样的人才能够听得懂呢 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够听得懂教训 祷告的人 我们有正确的祷告 不是我被逼得去听一些我不想听的教训 而是我知道我需要什么 所以寻求的就必寻见 我就祷告就是祷告 我求主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正确的事 开我的耳朵 让我能够听见我需要听的话 开我的心灵 让我能够想对的事情 想好的事情 想快乐的事情 这个不是你享受不享受的问题而已 而是你将来能不能活得下去的问题 我讲得够强烈吗 大家清楚吗 所以耶稣在看见成就为他哀哭 说巴不得你在这些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其实在过去的社会当中 过去的社会当中 其实许多人的知识不是那么丰富 但是真正信主的人 进到教会的人 有些仍然是没有办法得到 主的道的喂养和启示 有很多人真的活好了 在重新的世代 因为大家知识少 信息少 所以心也比较单纯 现在因为资讯太多 这个飞行的书卷 天天把各样的事情好像广告纸一样 好像飞机拉着那个大环布 在天上让你看 看这个世界多坏 那些人多糟糕 那你每天就听那些信息 心就会被污染了 明白吗 不只是教会外面的 教会里面的也一样 所以这个有仇敌足起土壘 四面围绕 四面困住我们 就让我们这边那边通通听到那些信息 里边有一些属灵的儿女 圣灵的道长不起来 因为我们不知道眷顾的日子 所以眷顾是什么意思呢 眷顾其实这个字 它有两面的意义 一面是看望 一面是监督 对吧 看望监督是怎么样去连结 因为小孩子 你要去照顾他 但是你也要管着他 其实上帝 他的眼睛 是看着我们 赐福给我们 知道我们一切的作为 但是他也盯着我们 让我们不要胡作非为 不要乱作 不要乱活 所以我们要需要 活得和神的心意 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方式 让我们有信心 那么他看着 我们首先不要怕 因为有上帝看着 但其实不要乱来 我们需要有什么 需要有信 需要有真正的信心 这个信心就是信物 就是过关的信物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读的这个起应经文 诗篇138篇 我们刚刚读了 第一节说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 敬歌颂你 我要在你的圣殿敬拜 为你圣洁的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 称赞你的名 这讲道说 我们要敬拜 那么 因你 使你的话显为大 这个讲道 我们要读经 过于你所应许的 第三节说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就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其实 讲道读经 讲道祷告 那么讲道敬拜 对吧 其实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观念 然后呢 第四节到第六节 耶和华地上的君王 都要称谢你 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 仍然看顾低微的人 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那这里边讲道说 我们知道上帝看着世界 世界在上帝的掌管当中 这是我们的信靠的观念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认识世界 认识世界的原理 然后呢 要常常存着一种谦卑的心 刚才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 讲到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 前面一句话 第五节告诉我们说 神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们如何使自己永远保持着谦卑 那是非常重要的 不谦卑的人不会信靠的 算了 不讲了 有些时候 今天我看到有人 发给我一个短信 我很无奈 因为他觉得说 他跟我讲 你不要看不起我 我从来也不敢看不起他 他说我跟你差不多的 那我就说好吧 那就好吧 算了 讲那个没意义 第七节 第八节 你们帮我念下来 我虽行在患乱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怒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所造的 我们知道有神 知道祂造我们 祂一定会成全 关乎我们的事 这也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那么这是我们要信赖神 有犯难 有倚靠 有仇敌 但是有帮助 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 所要面对的 但是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所谓的仇敌不是外面的 外面的事情 这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我们不要怕它 怕的是我们被这个世界 这许许多多的资讯信息所污染 让我们心坏了 心坏了还不知道 还以为说我是很对 很好 那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过三观 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观 都容易过 三观也好 三十观也好 都能够过 但是要有正确的三观 今天所读的这个起应经文 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正确的信仰观 知道神在 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要让我们不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 彼此敬重 彼此饶恕 让我们里边充满了爱与平安 然后让我们有信靠观 就知道世界在上帝的管理底下 无论他怎么样起风浪 再怎么样有大的风浪 神都坐着为王 只要我对 我不对 我把自己放到灾难当中去 我自己就制造灾难 那要怪谁呢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心里边 自己起风浪 心里边自己产生很多的不平 不满的愤怒 然后自己把自己淹进水里边去了 那上帝还是会救 但是过程就很辛苦 理解我意思吧 然后我们要有信赖的观念 就一切 依靠神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日子 我们要知道 这要巴不得 你在这个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我们知道日子 知道难关 知道环境 然后四十五节 耶稣进了店 赶出里面做买卖的人 我们这个店有没有做买卖的人 经上记者说 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 我们这个店是不是一个祷告的店 在讲什么呢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的心里边讲一些话 其实如果讲会话还好 讲坏话就很糟糕 那我们却不知道 那个也是我们的祷告 那个就很麻烦 我们的店就变成贼窝了 所以我们的店必做祷告的店 如果我们会祷告 耶稣就天天在店里 怎样教训人 教导我们 让我们学会 怎样在店中祷告 在店中聆听主的教训 使我们活好 我再说一次 现在的难处 比起将来 可能算不得什么 我是很坦然 一点都不担心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怎么活 不是明哲保身的问题 而是里面有没有平安的问题 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们看到所有人 我们都爱 那没有人会愿意跟我们为敌 如果我们看到某一些人是爱的 某一些人是为敌的 那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当自己的一派得势的时候 就欺压人 这个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现在不要三十年了 现在都几年 有些时候三两年就转了 因为我们在党派分门结党的过程当中 就把自己陷在危险之中 这个其实不是只想和你们讲 而是想要和我们一些关心的弟兄姐妹讲 但是没有办法讲得太明白 希望大家能够懂 因为一切的事情正在酝酿 正在发生 如果我们没有警觉 我们现在埋下的一些种子 如同我们讲了一些话拍了一些照片 哪一天会怎样不知道 懂得我的忧愁吗 了解我的忧虑 我们就希望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是阿Q 不是明哲保身 不是说没有正义感 不是的 而是我们是按着神的公义在活 不是按着人的义 人的义是破烂的衣服 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今天知道 关系平安的关键信息 我讲关键 认识环境 以及关乎平安的关键 关乎平安 就是平安是自己心里面 平安不平安 首先最简单的 然后借由祷 而进入上帝的看护 以及监督 我们在上帝的看管底下 不要怕 但不要乱 因为乱想乱做 其实我们就与上帝隔绝 很多时间就没有办法得到他的眷顾 这里边 祷告去听 求主教训我们 不是 这个不是听到了 还要选择要不要听 而是我们求主 给我我需要的信息 我能够听得进去 我能够听得到 反正是听见的就有福了 如果听不见的话 那么现在你觉得平安无事 谁知道哪一天会怎样呢 许多时候 许多环境 正在大变化之中 而且急或是像我们这样子 像我们有老弟兄老姐妹 被上帝接走了 那好像离开这个世界了 离开这个世界 还离不开自己的灵魂 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面 要领受这个关系到平安的关键信息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持守住 好不好 我们低头祷告 这就是夫人把自己和弟兄姊妹 再一次交托在你手中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想要平安 就必须要心中有你的爱 有你的真理 有你的和平 许多事情是需要我们日积月累 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 求你更新我们的观念 更新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一心一意 寻求你的启示 让我们洁净我们的殿 让我们能够在里边来祷告你 求你来教训我们 启示我们 让我们得着 使我们能够进到平安 进到丰盛的信息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